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湾 观文化思想根深蒂固 认为儿女们必须要自成副业 这样才能维持家族势力的发展 也许是因为连战在台湾有四大公子之称 民众们对于她的孩子也给予了很高的期待 但连圣文最开始不仅外表不合台湾民众的心意 形式作风也纷纷被认为和父亲连战天差地别 从政之后 她的形象才有所好转 至今不用总是被媒体说是扶不起的阿董 蒋有博原本是台湾官二代中的 最受台湾民众喜爱的人气王 他长得一表人才 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男人形象 自己创办的设计事业 也在台湾办得风生水起 但却没有经受时间的考验 从深情好男人变成了世纪渣男 而连圣文的口碑却逐渐好转 以前连圣文在台湾民众的心中 根本无法与贵公子蒋有博相比 但现在明显连圣文风评更好 与蒋有博这种附加公子哥的形象不同 连圣文一直都是走求稳的路线 在台湾府人大学念书的时候 连圣文的身高已经到了1米94 因此在学校有大象的绰号 每逢有媒体叫她连少爷 她都只说叫我大象吧 或者小弟也行 从小也是尽量避开了家族的事物 从台湾毕业之后 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 随后回国投身金融界 在香港 首尔 纽约等各地的公司都打拼过 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扯掉身上 连战儿子的标签 2001年 正在纽约打拼的连圣文 被迫离开当时任职的公司 理由是担心她的身份会影响到一些事物 因此使她多年的努力灰飞烟灭 最终连圣文也没想走政治这条路 失去工作之后 还每天早上9点多就出门 假装自己很忙 不让父母担心 在人生最低潮 连圣文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女 蔡依珊 在遇到蔡依珊之前 连圣文还有端感情 也是轰轰烈烈 对方是美女主持侯佩岑 高学历的侯佩岑 虽然有个感情精力不光彩的母亲 这丝毫没有影响她的个人魅力 侯佩岑父亲的原配 曾经在媒体面前 夸侯佩岑是个好女孩 后来 侯佩岑和连圣文分手了 没多久侯佩岑和周杰伦 便传出了绯闻 这段周侯恋不仅让周杰伦的 前女友蔡依琳 成为追访的对象 连侯佩岑的前绯闻男友 连圣文也不例外 在蔡依琳公开对周侯恋 表示祝福后 当时的连圣文 也慎重地通过了 父亲连站的办公室 发出了声明 侯佩岑和连圣文 曾经多次被媒体拍下约会的照片 虽然两人对外都宣称是好朋友 但连圣文曾私下向有人表示 两人确实曾经相恋过 还坦言自己曾经深深深地爱过他 不希望他受到任何负面与不实的批评 祝他永远美丽 幸福 成功 据说他曾经送过不少礼物给对方 还传他甚至准备过27件礼物 替侯主播过27岁生日 十分慎重浪漫 而连圣文却对这些传闻一加以否认 自言从没有送过什么礼物 又直以侯佩岑的收入 根本不需要他送礼物 言语之间十分维护前女友 连圣文对私事被媒体放大 渲染 甚至有一些非事实报道 感到困扰 不过他也透露 在周侯恋曝光时 人在巴黎与父母同游的自己 心情受了很大的影响 还提早结束了行程回港工作 连带也影响了父母 看来连圣文对侯佩岑真的用情颇深 其实 连战夫妇向来 对侯佩岑宠爱有加 之前连侯出游曝光 连家人也乐观其成 而侯佩岑到连家陪连母 连圣文吃饭就不止一次 连母疼爱儿子 对外也说满意侯佩岑 对侯母林月云 爆出与邱家雄的不伦恋 连家人都不在意 但如今侯佩岑却通过电视台的副总 对外宣称 与连圣文有吃过饭 有见过面 但不见得 这就有交往过 坚持否认这段恋情 连战夫妇表示不解 这个女孩子怎么可以睁眼说瞎话呢 不过 被问到对周侯恋的看法时 两人都寄予祝福 同时还希望外界给年轻人一些空间 这段感情 让连圣文颇为受伤 好在后来遇到了蔡依山 她也是身份出众的名媛 蔡家算得上是 名门中的清流了 陈娟娟相夫教子 蔡绿峰也没有什么花边新闻 一心一意疼爱着妻子孩子们 陈娟娟决定做事业后 得到了蔡绿峰的积极支持 于是 蔡绿峰拿出一笔钱 投资开了红豆餐厅给老婆经营 陈娟娟很有经商天赋 自己将红豆餐厅经营得很好 最终成为了台湾最著名的餐厅之一 而蔡依山姐妹就被称为了红豆帮名媛 蔡依山因为最小 更是被叫做红豆小公主 蔡依山长着大大的眼睛 目光温柔 笑起来有一对酒窝 乍一看有点像陈妍希 又有点像高圆圆 和明星们在一起合照 不仅不输 甚至还能碾压对方 而且她小时候 就钢琴绘画样样精通 竟然在国外待的比较多 所以英文非常好 在家和家人交流几乎都是用英文 蔡依山是一个工科学霸 成绩优秀 大学时经常待的地方就是实验室 她先后升了加拿大迈基尔大学 美国布朗大学 取得了生化博士学位 蔡依山毕业后回到了台湾生活 闲草出现在媒体面前 她的感情经历 也不被人所知 2005年 连圣文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蔡依山 那时的蔡依山才26岁 美得不可方物 连圣文对她敬为天人 随即展开了追求 一开始 蔡依山答应了连圣文的约会 慢慢开始的交往 不过 对于这段感情 蔡家所有的长辈都反对 他们不希望疼爱的小女儿 最终嫁入连家 不想她成为被依虑的人物 蔡依山是个乖乖女 选择了听从家政的话 发了一条信息给连圣文 向连圣文提出了分手 连圣文知道了蔡依山的顾虑 喊泪答应了此事 后来连圣文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 她抑制不住 对蔡依山的感情 经常给她发信息 最终 两人的感情得到了蔡家人的同意 连家长辈知道后 在蔡依山母亲的红豆餐厅 向蔡家提亲 并且订婚宴 也选在了这里 蔡依山和连圣文2006年底领证 四年举行的婚礼 连圣文对媒体表示 自己遇到蔡依山时 是人生最低谷的时期 经历了外婆去世 事业挫败 感情分手 所有的打击下 她遇到了蔡依山 让自己看到了希望 而有一个小插曲是 连圣文和蔡依山订婚时 将蔡依山的名字写成了佩珊 以下的让许多人心存疑惑 难道她内心还是有侯佩层的 她的婚姻只是政治联姻 这件事也让蔡依山不悦 不过 实大体的她 对外从没有表示什么 结婚后 蔡依山三年生了两个儿子 让连家长辈高兴得不得了 提起她都是赞没有家 连夫人更是表示 依山真是个好女孩 虽然年轻 但懂事 能干 明理 温柔 还赞她意大利面做得很好 虽然连圣文和蔡依山开始 让人以为他们的婚姻不幸福 但是随着时间流转 别人的感情逐渐受到认可 转折点就是2010年 连圣文无论上街挨家挨户拉票 还是参与竞选 总能跟老百姓达成一片 不少民众还争相与之合影 形象非常正面 某天 她无故被袭 面部被肩壮物贯穿 因此送到了急救室 并悬一线时 她坚持要给蔡依山打电话 说了一句 I always love you 便无力挂断的电话 陷入昏迷 蔡依山给连圣文多次回播 都无法接通 等她赶到医院时 连圣文还在抢救 所幸的是 连圣文保证了性命 不过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比如嘴巴无法张开 讲话就会咳嗽 袭击案发生之后 群众愤慨不已 为了支持连圣文 蔡依山作为妻子 去替丈夫站台拉票 泪洒现成 感动很多人 替连圣文拉了不少票 多年后 蔡依山提起连圣文遇险一事 还心有余悸 表示当时非常害怕 蔡依山和连圣文如今 还是很恩爱 从前那些事情随着时间和爱 慢慢消逝了 蔡依山不爱出风头 但是会小鸟依人的 跟在连圣文身边帮她 连圣文内心 也只有小连夫人一个人 最后 连圣文在脸书贴文中称 自从六年前 一群年轻人来找自己帮忙成立 霹雳舞协会开始 就从一个单纯爱跳舞的人 咬身以便成为台湾年纪最大的 比波爱之一 她说 一直认为 跳舞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是一件能够充分展示自我的运动 即便过去被同学笑识舞棍 甚至被八卦媒体恶意惯上 夜店王子的称号 都不在意 因为跳舞会感到快乐 她还提到 在这些年的奋斗过程当中 霹雳舞不但纳入轻傲 也真的顺利成为 奥运的正式比赛项目 也感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 对体育活动的关注 如今的连圣文事业顺利 家庭美满 可谓人生赢家 从被看不起的阿斗 逐渐成为优秀的典范 她这一路走来着实不容易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爆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点赞评论和订阅 我们明天再见哦